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 阴阳录制升官发财 影片一开场 阿天跟活见鬼似的 慌慌张张的跑到了自己的汽车旁 当他正开车门的时候 警察龙套哥上去就把他给认读 龙套哥说 贼没熟眼惊慌失措 不是偷车贼就是皮刀客 阿天掏出名片说 我是殡仪馆的业务经理 今后大哥有什么需要 我随叫随到 阿天在医院里有一个内线龙套士 作为医院的首席保健员 龙套士常年潜伏在ICU病房的门口 资料是发现谁快要领盒饭的 马上就会向阿天汇报 阿天来到医院 龙套士说 网百万快要领盒饭 阿天一听可高兴快 阿天有一个竞争对手 是另一家殡仪馆的业务主任大头文 两人有个不成文的约定 双号的业务属于大头文 单号的业务属于阿天 此时此刻 已经是双号生意的11点多了 而病房里的网百万 还在同病魔作最后的斗争 大头文希望 网百万能在12点之前挂掉 不然的话 这笔大生意就归在阿天了 为了能把自己的后事 交给帅哥阿天打敌 网百万硬是撑刀了12点 阿天上去一通拍马屁 顺利的忽悠住了 网百万的老婆和小舅子 阿红是殡仪馆的化妆师 技术精湛 此人经他手化妆之后 简直是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殡仪馆还有其他几个人物 分别是化妆师长毛和龙套美 还有葬礼四姨大眼 搬运姑毛弹哥和眼镜哥 网百万的葬礼非常的隆重 由于老爷子西夏无子 阿天让毛弹哥和眼镜哥 搬眼孝子当官 这二位欠了大傻哥不少钱 为了挣点外快 两人哭得是惊天动地 可歌可泣 说他俩是网百万亲生的 得有人信 忙活完大家伙到酒吧庆了 阿天一直暗恋着阿红 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阿红对阿天一点感觉都没有 哎呀 要说这件事得有多瞎呀 几个人正喝酒的时候 阿天的老同学鸡贼哥出现 阿红一看激动的是花质乱颤 长毛从酒吧出来之后 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偶像 著名歌星陈美丽 长毛非常的激动 马上就跟陈美丽合了个影 转过天 阿天收到龙套室的线报来到医院 龙套室说 那个著名歌星陈美丽 昨晚上遭遇车祸挂掉 阿天还是那条词 很快就把陈美丽的妈咪和姐姐忽悠住 陈美丽的姐姐说 我妹妹这次撞的可是不轻啊 可以说是完全破了相 阿天跟着陈美丽的姐姐到平时房一看也吓了一跳 作为业内的资深人士都被吓成这样 可见陈美丽的那张脸得有多么惨不忍睹啊 正在家睡觉的长毛接到了眼镜哥的电话 眼镜哥说 你的偶像昨晚上一点半出车祸死掉了 长毛说别开国际玩笑 昨晚上我还跟他喝过影 长毛打开电视一看呢 发现正在播放陈美丽出车祸的新闻呢 长毛当时就梦了 如果陈美丽一点半出的车祸 那么他在凌晨四点又是跟谁合的影 他急忙找出昨晚上的那张照片 发现陈美丽已经消失了 陈美丽的尸体很快被运送到了殡仪馆 作为陈美丽的歌迷 长毛主动请应 希望能亲自为自己的偶像化妆 晚上阿天正在和阿红吃饭的时候 收到了医院保健员龙套室的信息 说有位老大爷眼瞅着不行了 让阿天赶快过去一趟 阿天走了之后 鸡贼哥突然来这家饭馆吃饭 爱情如疾风暴雨 当时就把阿红和鸡贼哥交成落汤鸡 陈美丽的死对长毛的打击非常大 为了把陈美丽捣持得漂亮一点 长毛费尽了心 可由于陈美丽的脸毁坏得太严重 怎么弄都搞定 最后长毛把自己化妆成陈美丽的样子 和偶像一起躺在棺材里长眠于地下 转过天 大傻哥找眼镜哥和毛蛋哥受伤 可这二位穷的是叮当响 只能勉强怀点力气 几个人正聊着呢 突然从楼上扔下了一把菜刀 大傻哥那爆皮筋能惯着吗 直接就来到楼上 大傻哥进屋一看 发现屋里是凌乱不堪 一个人都没有 罗大妈的一向摆放在墙边 当这哥们正在屋里瞎悬末的时候 罗大妈的鬼魂突然出现 大傻哥一看大事不好扭头就跑 神色慌张的大傻哥走了之后 罗大妈的闺女小微出现了 长毛说大姐你别站在那 总有人往楼下扔东西 小微说我知道 估计是我那个死去的老妈回来 她生前就喜欢往楼下扔东西 长毛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想让你妈咪不再瞎扔她 那就必须得做一场法事 经过长毛等人的忽悠 小微决定花钱给老妈做一场法事 长毛狮子大开口 收了小微三万多块钱 可把小微给心疼坏 三个人装模作样的敲了一会儿 就准备速战速决 把这件事给结束 罗大妈非常的生气 当场就陷了人身了 三个人一看形势不对 急忙虚晃一招仨子撤退了 到了晚上 长毛眼镜哥和毛蛋哥在酒吧喝酒 罗大妈气不过也跟着过 老太太稍微一使用超能力 当时就把畅猫为吓屁 阿红和鸡贼哥的感情迅速升温 两人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把生米煮成熟饭了 忙活完之后 两人又去那家餐馆喝东西 本来鸡贼哥打算跟阿红结婚的 可一听说阿红是殡仪馆的化妆师 这哥们马上就改了主意了 自打大眼骗了小微的钱之后 罗大妈整天阴魂不散的跟着大眼 把毛蛋哥和眼镜哥可吓得不轻了 到了后半夜 被罗大妈附身的大眼准备上吊 眼镜哥和毛蛋哥进屋一看 当时又吓叫 急忙把大眼给弄了下来 随后眼镜哥给阿天打了一变话 阿天进屋一看 发现大眼正在窗上抽风 大眼说那个老太婆在我身体里不肯走了 再这么下去我肯定得嗝着屁 阿天跟罗大妈一聊才知道 原来罗大妈的坟被绳子给缠住了 所以他想找个替身 为了彻底解决掉罗大妈这件事 阿天先替大眼等人把钱还给了小微 然后又带着小微来到了罗大妈的坟前 果不其然 罗大妈的墓碑还真的被绳子给捆住 绳子去掉之后 罗大妈也入土为安再也不折腾 阿天等人正吃饭的时候 阿红拿着结婚请柬出现 说自己马上就要跟鸡贼哥结婚了 阿天一听就像王八吃冰棍 这心里不停的喘良气 鸡贼哥答应跟阿红结婚 只不过是个缓命之计 由于他非常在意阿红的工作 因此他打算慢慢的舒逆阿红 晚上鸡贼哥开着车刚回到家 就被阿红堵个正着 鸡贼哥说咱俩不能结婚 你的手整天在尸体上摸来摸去 我非常的建议 鸡贼哥的绝情让阿红痛不欲生 阿红生日这天晚上 阿天深情的为他唱了一首歌 可唱者有心听者无意 阿红心里除了鸡贼哥谁也装不进去 一帮人在天台上嗨皮完之后 阿红突然就从楼上跳了下去 阿红的死上所有人都震惊 阿天更是欲哭无泪心的碎 为了给阿红招魂 大眼可费的老鼻子劲 听了阿天的一番肺腑之言 阿红的鬼魂终于回来 他回来的目的可不是为了阿天 而是去找鸡贼哥算上 要说这鸡贼哥也够混蛋 阿红尸骨为寒 这孙子又找了一新女朋友 阿红鬼魂的出现 当时就把鸡贼哥吓尿了 由于鸡贼哥也没干啥上天害理的事 阿红吓唬了他一会儿之后就走了 可老天爷不答应 觉得这孙子不杀不足以拼命 于是派两个劫道着把鸡贼哥干掉 影片的最后 大家伙把阿红给安葬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鸭子 人生都有终点战 沿途最好多行善 非要酒驾飙高速 当今掉进阳王店